像这种在外地拍的太阳鱼都能这么好吃 本地的太阳鱼得多好吃 嗨朋友们 今天我们去吃一家重庆太阳鱼 在成都的双流区 它在某点频上已经收录了十多年了 妥妥的老店 Let's go 看环境就是标准的四川主流的那种风格 一般太阳鱼都是现点现杀现错 一条鱼起坐最少都是两斤起步 我们的鱼来了 这个盘子过于大了 就端起来给大家展示了 但是可以跟你们说 这个盘子有这么宽 每一块都切成了这个大小的坨坨鱼 好嫩 他们家可以选连鱼 咸鱼和花莲 我们选的是连鱼 刚刚我吃的这一坨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刺 好香好香 闻起来就是浓郁的花椒辣椒油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太适合虾米饭了 还有一个素菜 来吃到丝 走你 别管只想认真干反人员 太安鱼的起源是在重庆铜南的泰安镇 虽然没有去过当地 但是这道菜非常符合川柳江湖菜的标准 太安鱼的做法就是将新鲜鱼切成块 裹上一层面衣之后炸 这一步就是为了让它后续更好的吸收汤汁 炸好的鱼捞出之后再拿去烧 刚刚我有看到他们家的做法是在起锅之前在撒上巨量的花椒面 是香味大于辣味的 每个地方的太安鱼呢 做法略有不同 有些地方它会加入一些配菜 比如说锅绿之类的 这家店是没有配菜的 它只有一些芹菜段 刚刚问了一下 单家素菜呢 是十块钱一份 直接给你烧到鱼里面 今天做这一期的目的呢 主要不是分享这家店 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还有这种做法的鱼特别特别香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穿鱼旅游呢 可以试一下吃泰安鱼 因为像这种做法的泰安鱼呢 在穿鱼很多地方都能吃到 包括我们广远本地也有很多做泰安鱼的店 这些还吃不够了 旁边吃泰安鱼 像这种在外地拍的泰安鱼都能这么好吃 本地的泰安鱼得多好吃 最大的优点就是有大多小多 不管你是十多人还是两三个人都能在这用餐 而且厨房呢是透明操作的 看着比较干净 像我们两个人应该吃了完吧 两斤鱼 怎么好吃啊 没问题 现在还不够啊 咱吃了有个一定 那这里有个下次吧 一会儿一起吃海葱了 泰安鱼好吃点的不只是它香香辣辣的调味 它的精髓就是那层吸满了汤汁的被炸过的面衣 你吃到嘴里呢你甚至分不清那是面衣还是鱼肉 已经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已经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两个人两斤 然后人均算下来也就是几十块钱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穿鱼呢可以吃这道名菜泰安鱼 如果住在双流附近的小伙伴呢可以试试这家店 确实是非常对我的胃口 好听 好听